大家好,我是小鹅 现在天气非常寒冷,特别动手 今天分享一个懒人葱花饼 不和面,不揉面,松软天层,层层飘香 做法超级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500克普通的中筋面粉 再准备400克3-40度的温水 加入5克酵母 先把它搅拌至充分溶解 在分次少量的面粉中 边倒边搅拌 最后把它搅拌成这种非常粘稠 非常有阻力的粘稠糊状 我们多搅拌一下 这样面糊更顺滑 再盖上盖子放在温暖处 发酵至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油酥 碗中加入30克普通面粉 5克盐 5克五香粉 然后再倒入50克热油 花椒粉的香味搅拌之后把它搅拌均匀 最后调拌成这种可以流动的有素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再切一把小葱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面团发酵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体积明显变大 里面是满满的蜂窝组织 我们给它搅拌一下 拍下气体 搅拌好之后呢 放在一边备用 按摩上多撒上一层厚厚的干面粉 因为这个面比较软 全程呢 我们需要借助干面粉进行操作 然后呢 再用一个勺子 把面糊刮到干面粉上 盆里面剩的面糊呢 我们给它撒上一些干面粉 用手一搓就搓下来了 然后呢 边缘我们给它弄一点干面粉 这样给它整理一下 这样就不粘手了 我们手不要直接接触这个湿面糊 全程呢 倒进了干面粉 整理好之后呢 我们轻轻再给它按包 再给它擀开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面片底部的干面粉 一定不要少了 我们要随时往底下给它补面粉 因为这个面呢 非常非常的软 我们一定不要擀太薄 再给它淋上调好的油酥 再用刮板 给它刮均匀 刮开 然后呢 再给它撒上薄薄的一层葱花 如果不喜欢吃小葱呢 我们可以不用放 撒好之后呢 我们从一边 给它卷起来 煮好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切成六等肺 然后呢 把每个小剂子 两段给它捏合 防着露馅 再给它拧上几圈 这样呢 层次会更加的丰富 然后轻轻的 给它挤压到一起 因为拧的过程 它上劲了 所以说挤压的时候 不要用力 放着压迫 全部做好之后呢 我们给它盖上保鲜膜 醒便十分钟 醒一下呢 这样它做出来的口感 会更柔软 烙饼用电饼中火 平饼锅都可以 用电饼车呢 我们开中火 预热完成之后呢 多刷点点食用油 油温大概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放入洗好的饼子 醒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手 轻轻把它给拍扁 这样呢 就不容易破皮了 饼子上方也给它刷一层油 这样呢 可以锁入水分 两面都更柔软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高一点的锅盖 给它盖上 中火 烙上四分钟 因为电饼中的盖子比较浅 如果直接盖 容易把饼子压得发不起来 口感就没有那么松软了 四分钟之后呢 我们给它翻下面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中火再烙四分钟 最后呢 像这样烙到两面金黄 按一下可以快速回弹就熟透了 这个饼呢 我们不要烙太久 烙太久了水分流失严重 口感就没那么松软了 我们看一下这样做出来的天成饼 表皮是金黄酥脆的 内部呢 是松软多层 而且葱香四溢 闻得就非常反的香 不用和面 不用揉面 简单快速又好吃 喜欢的话就吃一下吧